加赛延伸和不延伸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参透这期视频 让你也能在脑海里画出精准的进球线路 当障碍球距离近时 出肝短不延伸 白球会提前旋转 绕过障碍球 当障碍球距离远时 出肝延伸 增加肝头粘球的时间 产生持续的力 白球就可以绕过障碍球后 产生弧线了 反赛一颗星走位 这是我在比赛中真是碰到的球形 如果用不延伸的肝法很难进球 也很难走到位置 控制晕杆节奏 中高杆右赛 拉短出肠 吃一铺就可以轻松走位了 三颗星走位 碰到这种只能三颗星走位的球形 如果不延伸 提前产生弧线 导致瞄准点偏移 影响走位 控制晕杆节奏 中高杆中立 拉短出肠 三颗星就可以轻松的交到目标球了 好的延伸会让加赛球准度更稳定 但有些加赛球一定不要延伸 关系到这里